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5月25号,团结香港基金,啊,完结香港基金,perfect tense,今天讲哪个啊,啊,这个大家记忆有新,是不是啊,2003年,啊, 啊,脚痛得过去熬了十几十年啊,都没钉盖,啊,的这个董建华,最近啊,啊,他出来说什么啊,就说,有人打算移民英国啊,或者其他地方,他都不只是说英国的,那觉得呢,是没有软件啊,那他说的东西呢,我非常同意啊,啊,因为啊,大家都知道啦,香港未来是会更加好的嘛,一国两制又行之有效,幸运至远至有机,永远基本法使会,又行得通办得到得人心,啊,啊,就是这样啊, 那所以啊,是非常之好的,偏地是牛羊,到处是庄家,好地方,好山水,好风光,土地啊,是可以挖出黄金和石油,天上面呢,是会有牛奶落落来,啊,那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也非常之有发展,这个是无从之宜的,非常重要的一点,大家要认清楚啊,啊, 谁说没有发展就掌嘴先,掌嘴50,不要以为掌嘴50就没有言论自由,你搞错了啦,只不过是令你知道什么应该说,什么不应该说的,言论自由啊,这一样东西,只不过是拍来品,但是拍来品,国家都会尊重,香港人是有100%的言论自由的嘛,你可以随便说的,对不对?每一个人都可以随便说, 不过是令人都不轻松,不过是令人都可以随便进行一些,啊,就是这样,而团结香港基金的目的,啊,就是去团结这个香港,啊,就是他们的会员啦,就是每个香港人都是会员,是吧?那就可以团结一起,啊,去发展这个香港,啊,那会员数目不断下降呢,也不要紧要的,因为可以招收新的会员,因为可以招收新的会员,新的会员来说呢,就是我都说了,香港是非常之不稳定的,因为啊,有成五百万的黄丝各样, 只要那些黑暴和黃絲走光的時候 剩下那兩百萬三百萬的藍絲擁等 自必然就可以發展得更加好 此其一其二 當然就是講 你覺得少了人嗎 不會有這樣的事 只需要由我們的內地那裏 入些大灣區人進來 推薦了 總共那條數 又齊了八百萬 像梁振英話頭 上來沒有香港人 廣東人 只有大灣區人 啊 有大灣區人 團結發展 是幾個美好的一件事 又真又善又美 更何況 總建華 他吞淨了香港人的痛處 在說什麼 他說 有人打算去移民英國 或者其他地方是沒有軟件 糟糕啊 為什麼 因為香港人 一向 給人的印象就是 個個都沒有軟件的 只是求急功近尼 那所以啊 一個這麼急功近尼的地方 你跟他說 移民去外國沒有軟件 就對了 他們是沒有軟件的 那所以啊 就移走 你這樣說法 原本可能一百萬移民 嘩 一下子變成五百萬 那都不要緊的 因為啊 去除了一些瘀血之外 我跟那些藍絲朋友都是這樣認為的 只要將那些瘀血全部異脆 香港就能夠回復平靜 啊 所以走五百萬人左右 那剩下那三百萬 就可以團結一致 香港就更加善真美 啊 非常之好 一國兩制有行之有下 行刺自有紀有榮的基本法 所乎有行得都問得都低人心 啊 幾好 作為一個真藍絲啊 啊 對未來香港可以變成什麼樣子 都抱著非常之大的憧憬 只不過呢 我們那些朋友仔各樣啊 啊 就非常之沒有遠見的 又是 所以呢 喜歡一些落後地方 就不知為什麼的 啊 所以啦 董建華講到啊 移民愛國 啊 或者其他地方呢 是非常之沒有遠見 咦 吃正我們河車啊 一車車這樣走啊 到時 不得了不得了 尤其是啊 那些專業人士呢 一向在自己的領域兜慣圈 所以他們啊 只是集中在自己的專業範疇 就是好像醫生那樣 啊 你以為很專業各樣嗎 其實 他都是在自己的一個圈圈那裏 不斷轉 其他的東西啊 你問他 他未必懂的啊 你問他 充和算點分 啊 他可能五谷不便的啊 只是懂得好像反中亂港的袁國勇教授那樣 啊 只是懂得文辨辨 是不是啊 那所以啊 他們其實是沒有什麼遠見的咯 那所以董建華講到 移民外國是沒有什麼遠見的時候呢 嘩 又對了啊 他們就是因為沒有什麼遠見了嘛 啊 那所以啊 就會陸續離去 而香港啊 就剩下300萬的忠實藍絲 以及將來的大灣區人 啊 甚至是紅絲 非常之好 非常之的團結 穩陣 而且啊 我們的教育系統 啊 也都完善化了 能夠教導學生 什麼是應該懂 什麼是不應該懂 有個妥善的方向 等他們發展 再加上愛國者治港 香港的未來啊 可見的將來 是行穩致遠的 而董建華其人啊 也都非常有遠見 當日投資這個迪士尼樂園啊 由1997年到現在 也都是非常之的行穩致遠 你見條東沖線未執的 啊 仍然是繼續運作 迪士尼的迪恩戶 每日都在那裡迪些恩惠下來啊 米奇老鼠啊 啊 又經常滴滴滴跳來跳去 所以董建華呢 不愧為香港第一有遠見之時 那麼 鄭華呢 他出席這個 香港再出發大聯盟啊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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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原來已經成立了一周年 哎呦 我也不知道 啊 樹我孤陋寡民 那些山野村庫 那麼他就說 市民是有機會啊 就應該了解哪裏最好 最好當然是香港的啦 不用說的 香港永遠都是最好的 無論在我們的心目中 和外國人的心目中 香港永遠是最好 只不過我們喜歡一些不好的地方 那意思而已 哎呦真是扮賤啊 那麼他形容他的老豆啊 哎呦 就是董浩雲啊 就是整個雲那個嘛 非常之差的一個人 好像破過鏟啊 好像 不過不要緊 不要講這些先 就講到 那麼巧都有的 那時候 董浩雲包肉缸那些 突然之間 那麼巧得那麼巧 又會棄軌著 啊 然後在有危難的時候啊 啊 又獲得接濟 這些就叫及時與宋綱咯 水壺轉裡面都有一個角色是這樣 長語不行及時不行的 話說啦 他老豆啊 啊 他講 將他帶來香港這裡呢 是本事非常之大 讚揚啊 這個董浩雲 一早已經看到 香港是最好的地方 所以才落戶香港 這樣說 美好香港 我記得他那句口頭善 中國好 就香港好 香港好 就大家好 他又表示 香港和國家最好的時刻 現在正在管 還有呢 他跟葉劉淑儀那些 又是不知為什麼 很多美國朋友 說你不怕反中亂港啊 不過不要緊 他就說啦 他有美國朋友啊 你知道他商界啦 那個美國朋友 不知道是不是何志平啊 他知道他都在美國那裡住過一段時間 稱讚中國 成功控制疫情 認為美國是比不上中國 因為疫情控制太差 哎 剁了拜登去啦 那麼衰格也有的 他相信天下正在改變 那樣說 量禽不上木而妻 現神摘主而是 那很應該啊 大家懂得做 是不是 中國現在 站緊起身啊 當然 也不可以太過驕傲 站起來不關我們事的 即是事關 站起來的地方 競爭很激烈的 我們這些與世無爭的 喜歡競爭沒有那麼激烈的地方 你又繼續站起來 知道嗎 我們這些呢 漁民來的 非常之淺流 無知 無能啊 所以呢 才會借 藍絲朋友 口中說的 垃圾 所以呢 垃圾當然去垃圾桶的啦 而愛國就有很多這些 收容垃圾的機會 套用藍絲朋友們的說法 當然啦 香港的藍絲朋友們 記住董建華先生說的那句 你們雖然啊 亦是行穩致遠 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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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法所賦予 行得通辦得道得人心 但是同時間 你們都不可以太驕傲的 知道嗎 即將來美女如雲 售價飛升 五萬元一呎 你們都不應該笑得那麼大聲的 更何況 大灣區充滿著投資機會 記得早點回去 知道嗎 董建華奇人呢 我們就講完了 那不如講一下他弟弟 講起家裡 講完所有人 話說啊 董建華的弟弟 原來都沒有什麼軟建的 他有火同香港的很多的富豪 用近28億元去買入倫敦的物業 其實 喂 你國家很應該擒拿這個董建華的包帝 即是董建成東方海外那隻東西 以及香港的一眾富豪 那將他們啊 這些這樣的沒有軟建之士 尋印之士 踢他們的屁股 這些人怎麼可以啊 去投資倫敦的物業 不去大灣區那裏投資才行啊 實在太過不去啦 講著倫敦那裏啊 寫字樓 那邊幾個人啊 包括有這個 那你聽實啦 起底起底 起底是刑事的 不過 報紙賣的這個是 永泰369啊 前東方海外主席 即是董建華的包帝董建成 銀魚啊 27號那個副主席 李耀東 冠軍物業啊 那個2778 一起用合資公司的方式 收購了倫敦金融城的寫字樓 那都算啦 你有什麼理由 董建華團結香港基金的弟弟啊 董建成佔大股才行啊 你31%啊 那裏佔了 其他人都是說27和21而已啊 即是你佔大份啊 那他不是極度沒有軟建嗎 而且在沒有軟建身上來講啊 他還要講你聽 佔31%的沒有軟建啊 那當然啦 你剛才聽到那個數字加起來的時候啊 都不夠八成 那還有那兩成是什麼人呢 可能是英國那邊的地頭蟲 就不知道他怎麼計算了 最後都是那句啦 即是董建華講到 移民海外的人士啊 中國現在啊 剛剛才站起來 那些人沒有軟建就說走啊 當失了這個發展的機會 實在太愚蠢了 我好同意他這一點啊 不過世界上呢 是蠢人佔多數的 他讀巨胃眼啊 讀巨胃眼啊 讀巨胃眼 就是這樣啊 好今天講到這裡